正义的你们,今天我想说几件事情,首先孙小刚说我诽谤他,要起诉我,那么请拿出你的证据,我告你时,我拿出来的是实质证据,敢承担法律责任,法院是为老百姓主持公道的,没有证据能为所欲为吗? 其次,由于破余生计我17岁上班,2008年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,是工作了16年的内勤老员工,我因为不想同流合污,不想做坑害公司和客户的事情,所以实名举报。 刚开始,我向黑河公司反映情况,公司不管,没有说法,不处理,黑河公司领导黄某某,还说我是产后抑郁,让我休两年病假,等孙小刚任期晚了再上班。 孙小刚说,愿意上哪告上哪告,他是嫩江公司一把手,他说了算,2019年我在北京上访期间,嫩江公司将我的办公用品及个人物品全部清理放到门位,8月份通知我去公司取东西,然后2020年3月,他们说我上访没请假, 以矿工和违反公司内部员工规定等莫须有的罪名强制此退我。 同时,相关调查部门在6月份告知我,随小刚2020年5月份被调回齐齐哈尔伊安公司当经理,即使查出问题,嫩江也没有管辖和处理权了。 同年5月,嫩江新任经理白杰,自认嫩江公司问题是不关矣,所以不问是非屈指,签字解除我所有社保关系和其他相关手续。 不知道白经理是以什么合法理由,依据哪项法律规定开除我的,无论是劳动法,劳动合同法,还是关于保护职务犯罪举报人的法律法规,都没有规定,你们可以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我。 而白经理给我的回应是,黑河领导黄某某下的命令,必须开除我,冰重三尺非一日之寒。 这么多年,嫩江公司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,公司领导上玩下片的套钱,也不是一天两天。 领导们家家有钱,这些钱都是哪来的?仅仅靠工资能有这么多吗? 为什么领导们过的是天堂日子,员工们活在地狱里,还得一再欺压? 昨天我看新闻,天眼可以查很多信息,网友们可以去查查,这些领导们家里的钱,房子,车等财产都是怎么来的?合不合法? 最后,这两天好多新闻媒体,自媒体平台和热心博主,还有广大网友朋友们,有发为说,通过某APP联系我了,我未做出回应,真的非常抱歉,信息太多,我看不过来了。 以后所有相关事情,我会通过本人账号发布视频或文章统一回应大家,请各位谅解,我实名举报是真实的,我也有公司领导造假套钱的证据,不过,由于好多账目都涉及到了客户的个人信息,虽然有些账目已经被执法部门查证属实,但是,我不能因为个人举报就曝光客户的相关信息,虽然不能公布到网上,但是,如果有国家执法的工作人员,带着合法手续和证件来面见我,我会提供给他看。 这几天还有好多网友朋友们,提醒我一定要注意安全,嗯,大家的善意都收到了,也记住了,我和家人谢谢大家也恳请,无论什么事都被牵连家人,凡事皆冲我来,见命一条,有何所据,作为女性,我想说,也许女子本弱,但不仅只是为母则抢,也许女性会有家庭,有孩子,有牵犯,有压力,但是,我们眼里依旧有光,在经历沧海桑田,归来仍是追梦少年,初心不变。